今天的E知各股推介是中海油883 《經濟日報》投資熱華組減選原因是 市場憂慮聯儲局大幅加息以對抗通脹 美股急創拖累恆指創至3月以來的低位 強勢板塊好似煤炭和石油股領先大市 神華和中海油年內累積升了七成和六成半 是兩大升幅籃籌股 摩根大通看好油價上網每桶150美元 受惠油價高企股份可以關注息率超過15厘的中海油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中海油今年盈利 預料是1289億人民幣 二年增長8成3 預測股息率達到15.3厘 2023和2024年盈利 預料輕微跌7.5%和7.2% 但中海油早前承諾 2022到2024年最低派息比率是四成 和每股最低派息7號 因而未來兩年預測股息率 仍高達11.8厘和10.6厘 高於去年10年平均股息率大約5厘的水平 在目前市場波動下 為投資者提供保障 中海油由去年底至今下足起上升軌 策略上已持有的話 可以10元或以上繼續持有 目標先看前高位10.94元 未持有的話 建議等候9.5級 跌穿8.8元是止洩 降臨後 2.4元 5.5元 2.5元 凍浴 1.5元 2.5元